陈奇珍轮小三被告,T妹呛正宫泼妇让我看不起T妹感言的个性深受粉丝喜爱 翻设自脸书,记者邱逸清,台北报道文青女神陈奇珍近来与新欢眼镜男在路边积吻被拍,没想到该对方竟然有家庭,欲有两子,让他顿时轮微小 三,虽强调在不知情状况下于已婚人夫,人妇交往,但对方老婆不原谅,有人更向周刊表示正宫打算向陈奇珍提告妨害家庭,伤害配偶权和通奸等罪 对此,网红T妹直言,我真心认为通奸等罪可以废了,不然要告,应该连你先 生也告,认为把错都归到小三头上,老公却安然无事,外面的女人也很摔小 T妹针对陈奇珍基稳人夫遭到正宫提告,她于脸书上表示许多先进国家根本没有通奸,防害家庭,侵害配偶权等罪名,但华人与西方人不同,遇到三角恋情时永远直打小三,骂小三 小三罪该万死,她认为不是国外滥交开放,是他们懂得尊重个体自由,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要彼此同意身体碰触,这就是尊重即可,因为你的身体不完全属于你太太,先生 陈奇珍被募集在街上热吻一名男子 资料照,记者王文林社,T妹直言,这些罪名让许多人不懂检讨自己,检讨感情是否有破口,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先生的错,永远都是别人破坏你的家庭 她认为陈奇珍不知道对方有老婆确实是可能的事,说怎么可能一年会不知道,多少连外遇一零年正宫都不知道,你怪小三就应该知道男方有 老婆妈,她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面的女人也是受害者,你却把她告上法院,她被污蔑贴罪,失血赔偿,真的,这种钱对正宫真好赚 我并不是硬要帮小三说话,而是大部分的正宫通常都不理性,不会检讨自己或丈夫,T妹提 到如果谁表示不好意思我先生也有问题,这是我们家务事之类的,自己绝对欣赏这位正宫 反过来说,像这样一昧指责别人的正宫就是让我看不起,女人为难女人 她认为女人不是谁的附属品,不需要强求婚姻,爱情豁达一点,绝对让人看得起,不要做不理性泼妇,反而显得女人的卑微,软弱,被人看笑话 没有破口,就不会有小三 已经加好友了,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谢谢 相关新闻,陈奇珍积喇人夫轮小三不为人之真实,本性曝光了陈奇珍积文 惨伦小三,美女医生皆已婚男猎女,黄金公示台湾人寿年,夺国内外45座奖,正宫怒提告陈奇珍 中间美女律师皆人夫偷心轨迹,陈奇珍积文完遍小三 陈奇珍公星岁怒喊告到底百万圣典报场,逐城贾紫园买期望女神陈奇珍分手终成虎这点不能断共同结晶贴近心 有点辛苦,谢谢